欢迎收看约电影,大家好,我是小雷三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科幻片《金刚骷髅岛》 话说在二战时期,有两名飞行员坠落到某个岛屿 就在二人打得难舍难分之时,突然出现一只庞大的黑猩猩,金刚 故事由此展开 砖研几十年过去了,科学家兰达发现了一个未知岛屿,打算去勘察一番 由于这个岛屿危险程度不亚于百慕大三角 所以他们除了军队的保驾护航之外,还找了探险家小帅,战地气者小美 队伍集结完毕之后,众人坐上直升机浩浩荡荡荡的出发了 穿过风暴之后,大家有惊无险的来到了这个岛上 为了探测地震程度,光光就人炸弹,岛上的小动物们瞬间死伤一片 而这些人全当玩闹,殊不知惹恼了岛上的霸主金刚 在他眼里,这些玩意儿就像是毛毛虫一样弱不禁风 不一会儿,所有直升机全部被砸得稀碎 幸存下来的人也分散为两组 上校派克和他的大兵们一组,小帅小美和其他人一组 在这个小岛上能有金刚的存在,那肯定也有其他怪兽 小帅他们没走多远就遇到了孤娇牛魔 不过他还算性格温顺,见几人没什么威胁就转身走了 然而派克等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在竹林中遇到一只长黑母怪 虽然他没什么战斗力,但也让几名大头兵领了盒饭 与此同时,小帅在丛林中发现了一群土著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时,一个会说英语的老头走了出来 原来他就是影片刚开始的一位飞行员 在这里已经待了28年11个月 他说这些土著不算言辞,但没什么恶意 随后老头向大家介绍到 这些土著之所以能安全的存活,全靠青钢的保护 要是没有他,这里的人早就被地下的骷髅爬虫吃了 目前被炸出来的骷髅爬虫还好对付 要是把地底下最大的那只炸出来,那就麻烦了 第二天,老头在大家的帮助下完善了自己造的飞机船 与土著告别后,大家准备驶离小岛 途中,他们与派克等人取得了联系 两伙人会合后本打算一起离开 可派克爱兵如子,非要去小岛的西边寻找失踪的手下 老头很清楚的知道,那边是骷髅爬虫的大本营 就一个劲的劝大家别去 但是在派克的坚持下,众人还是潮汐走去 然而,就在一些人途经金刚父母的墓地时,遭遇了骷髅爬虫的袭击 那家伙一口一个小朋友,重机枪和喷火器对他根本造不成有效伤害 最后,还是小美人出打火机,点着了浴火会爆炸的矿物才将其炸死 在这个过程中,小帅从骷髅爬虫的呕吐物里发现了失踪士兵的名牌 也就是说,派克要找的手下已经遇难 但他还是要坚持去西边 因为那里有重型武器,他想为死去的兄弟们报仇,干掉金刚 晚上,派克等人不好陷阱,就等金刚落入圈套 一切就绪后,他们准备点燃炸药吸引金刚 金刚看到后,锤凶顿足冲了过去 就在这时,派克点燃河面,让金刚陷入火海 不一会儿,浑身是伤的金刚倒了下来 就在他要炸死金刚的时候,小帅和老头等人急忙赶来走指 就在双方争执之时,最大的那只骷髅爬虫钻出了地面 然而都这个时候了,派克还想着炸死金刚 不过,恰好金刚这时醒了过来 一拳将它砸成肉酱,然后和骷髅爬虫打成一团 这场史诗期的怪兽之战极为震撼 打到后面的时候,金刚被铁链缠住动弹不得 好在人类开枪吸引了骷髅爬虫的火力,金刚才得以脱身 最后在人类的帮助下,金刚终于干掉这只骷髅爬虫,赢得了胜利 金刚和人类之间的争斗,诉说的还是文明与野蛮 当然角度不同,理解也就不一样,上校派克说 我们是军人,我们负责干肮脏勾当 好让我们的家人和同伴不再害怕 他们甚至不该知道这玩意儿的存在 然而金刚只是在捍卫自己的地盘而已 这部电影除了金刚,骷髅爬虫等巨型怪兽之外 还有雄伟又无与伦比的景色 虽说没有太多惊喜,但也没让人失望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就来一波点赞收藏加关注吧 拜拜